我们没法直接在系统中直接用 我们必须把它给它整改一下 才能直接用 这个demo可以先放在这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Blog1这个文件夹中 然后呢 在这里面把我们那个系统先给它启动起来 当然我们得先装一个插件 就是我们在上一节演示的时候 装一个插件 就是MySQL这个插件 同理安装的时候 我们把淘宝的这个镜像给它拷贝过来 好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npm run dev 先给它跑起来 用不用的 以后再说 先跑起来 然后我们在代码中 回到我们这个Blog1这个文件夹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src这个目录下 我们创建一个目录叫config config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叫db.js 这里面存储的就是配置 然后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干嘛呢 我们第一步要获取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我们之前讲过 直接通过process process就是nod.js的进程的一些信息 直接写就行了 不用任何引用 第二 node environment 好 这就是环境变量 对吧 或者说叫环境什么 环境参数也好 都行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定义的呢 就是在我们之前讲这个packager.json里面 讲那个script的时候 大家看 dv下这个指示多少是dv这个字母串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线上运行的话 线上运行的话 这个指其实是等于production 这个字母串的 对吧 然后production这个命令 后面我们肯定不是用这个node mode去执行的 因为node mode 它是一个开发环境下的一个命令 后面这个我们暂时用这个node mode 就是说真正线上之后 我们肯定是用一个叫pmr的一个东西来做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先不要管它 重点是我们关注就是 不管是你执行dv也好 production也好 包括其他很多的命令 比如说这是开发环境的命令 对吧 这是线上的命令 比如我们可能还有什么测试环境 运上线环境乱七八糟的这些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值都可以不一样 只不过我们这只有两个 一个叫dv一个叫production 然后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两个参数的值去进行不同的配置 因为我们在之前讲这个master code的配置的时候呢 它其实只有一个配置 就这个 但是我们在真正运行的时候 不可能仅有这一个配置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host 这个host我们在本地环境开发 应该就logohost 或者说是我们开发环境下的一个数据库的地址 包括这个util name和password 包括端口啊 都是本地开发是一个 到了线上运行之后 线上运行当然不能用你本地的数据库 对吧 也不能用你本地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就模拟一下 执行完之后 最后我们直接去letmycycleconfig 先给它定一个配置的一个值 最后我们会返回这个值 这个值我们可以给它出入化成一个空对象 就算了 不出入化了 if environment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dev的话 怎么办 if environment等于production的时候 怎么办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变量给它expose出去 这写到这就行了 好 当等于dev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配置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直接从这儿靠过来就行了 就是kyr环境下是这个 当等于production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还是用这个 为什么还是用这个呢 按理说不应该用同一个配置 但是我们现在客户中 这个案例是没有一个服务器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是用一个本地环境来模拟 但是你在实际做项目的时候 这个地方一定要写成你的线上的一个地址 以及用户名和密码端口 当然数据库也可能线上线下是不一样的 这里其实我们就没必要说我们非得弄一个服务器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只不过是一个配置的问题 具体的流程其实线上线下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这个文件就算建完了 我们在引用这个MySQL配置的时候呢 我看之前的代目是直接就这么写了对吧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做的时候 要从这去引用这个配置 要判断这个环境变量 东东的环境变量 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建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Packet JSON关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SRC文件夹下面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叫DB的文件夹 DB这里面说明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和数据操作有关系的一些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建一个MySQL.js的一个文件 OK这里面这个文件呢 首先我们是要引用MySQL的对吧 好引用MySQL之后呢 我们还得把这个配置的引用过来 配置的名字呢 我们在这叫MySQL config Recar从这个 configDB这里面去引用过来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配置引用过来了 至于它什么环境下的配置 它这儿会自动计算 对吧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这里再创建连接对象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从之前的代码中 把这个代码给它拷贝过来就行了 只不过这个配置呢 我们现在不再自己收写了 我们直接去用引用的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连接 开始连接 这个也不用考了 反正就这么一句话 直接执行Connect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执行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清建一个执行cycle的函数 统一执行cycle的函数 叫exec 就是execute 执行 然后传入cycle语句 好 这个函数要统一执行一个cycle语句 然后并返回 最后其实我们这个文件 整个mycycle的文件 返回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exec的函数 好 返回eid的函数 就是说我们这个mycycle.js 这里面的东西 不管它定义的多少东西 你用了什么插件 也用了什么配置 然后做了什么连接 最后我们给外卖用的 其实就是一个执行cycle语句的 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这两面怎么写呢 这两面执行cycle语句 我们之前写过 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执行 对吧 我们先拷贝一下 拷贝过来之前 好 这会儿这个cycle的变量 也正好 这样执行就没问题了 但这样执行呢 需要传入一个callback 对吧 因为这个result 我们到时候没法返回嘛 所以我们正好在这儿 给它封装成一个什么呢 我们封装成一个promise就好了 因为它是一步的嘛 promise之前学过了 我们这儿就直接写 把这个拷贝进来 最后我们当然是要return 这个promise对象的 对吧 好 result什么时候执行呢 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执行result 把result返回出去 reject呢 是什么 是发生error的时候 我们就执行reject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mycycle的这个文件 就已经建完了 对吧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这里嘛 这个connection.end 当时我们是执行一个简单的demo 我们执行这个.end 没有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demo 只是一个进程 进程执行完之后 我们就扔了 就不管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不行 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在 执行个查询之后 去执行这个end 或者说最后执行这个end 如果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写成了什么 写成了connection.end 如果写到这儿的话 会怎么办呢 到这个函数中 执行出现连接 然后定义这么一个函数 定义完函数之后 这个连接就关了 对吧 就断了 断了的话 你再想去多次执行这个查询 就不行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要保持一个连接状态 就不让它关闭 就是类似于一个单立模式 因为我们这个connection就创建一次 对吧 每次都是创建一次 乘以数字化的创建一次 然后创建完之后 我们多次执行这个eic函数 用的都是同一个connection 对不对 它不会多次创建 所以说 只要有一个创建好了 我们就直接连接好之后 就保留在这儿就行了 保留在这儿就行了 就不用再去断开连接 这就类似于一个什么 类似于一个单立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执行eic函数的时候 connection这个对象 就是一直是个单立在这儿 它不会多次创建 它会重复的引用 不要关闭它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mycycle就已经正式的 到我们的这个系统中来了 再也不是一个demo的格式了 这个时候我们关闭这个demo 就可以不看这个demo了 回顾一下 创建了一个config文件 对吧 里面通过环境的变量 来分别进行pun的配置 虽然说我们这儿 配置都是一样的 但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创建一个叫mycycle.js的文件 然后里面引用这个配置 最后输出一个什么呢 输出一个 执行cycle的一个函数 给我们使用 然后再创建一创建